考量到桑葬仪式有群聚传播的风险 因此现场徐真贵要求 节日起禁止任何的公寄仪式 2月3号上午花莲县政府的民政处长 林金虎特别前往花莲市役音馆 来了解整个执行状况 看到商家们很配合没有公寄的状况 让防疫的措施可以更完善 2月3号上午花莲县政府民政处 林金虎邀同花莲县警察局副局长 各政均花莲县兵葬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张玉惠 在花莲县司令殡仪馆所长陈伯仙的排统之下 督导花莲县司令殡仪馆 馆内并无发生违规的情况 并主席向首林家属宣导说明 因疫情自趋严峻 已经全面禁止公寄 请家属能够配合办理 本县有三个从外县市移入的确诊个案 那么县长为了要顾及我们县民的健康安全 尤其是殡葬业者 以及在办理智商的家属的健康 因此县长昨天在记者会当中 当中宣布本县从今天开始 所有的殡葬礼里面的公寄的这个仪式 全面禁止 那么今天本处就会同警察局 并邀同殡葬葬公会的张理事长 以及花园市殡葬管理所的陈所长 今天到今天市立的殡葬礼馆这边来做一个往事 那么结果大家都也相当的遵守 刚才我也一一向目前在市立殡葬礼馆 在摆设领堂的家属 我也都一一来跟他们宣导 为了县民的健康安全 为了殡葬礼的安全 尤其是殡葬礼的安全 以及在办理智商的家属的健康安全 所以说希望在这项禁令之下 各位能够来遵守 希望我们的乡亲能够来配合 假如不遵守的话 我们将会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那么所宣布的各项的处分法则 那么来办理处分跟法则 那在这里我也是预请 我们前线所有的乡亲 所有的殡葬业者 目前或是往后再办理智商的 这位的家属呢 大家能够共同来配合 吸手呢 那么来做防疫的工作 使得呢我们花园线能够呢 保有我们健康安全的一个环境 民政室长邻居会表示 花园线自决日起全面禁止功绩 不仅于限于殡葬礼馆内 包括民众在自载以及生前路前 在路边搭棚等智商事宜 均有力禁止功绩 并遇请家属及业者 在防疫期间 并落实实联制 减少人员群聚 应设置单一出入口 全面佩戴口罩 禁止饮食等防疫措施 以免因为情绪而感染疫情 记得永远华志老